7月12号是否解封 很多民众很期待 从许多景区的定房率 就可以看出端宁 像是宜兰太平山 7月13号到9月6号 这个网路的定房率是全满 而泰鲁的国家公园 登山路线还有山屋 从13号到9月5号 已经有2000多只的登山队 来申请入山 就有专家担心了 如果出现了报复性的出游 恐怕会爆发另一波的疫情 群山缭绕 一整片辽阔云海在上空飘移 天气好时 阳光还能成为金光点缀 或是坐在湖边 欣赏云朵的倒影 超诗情画意的景象 就在宜兰太平山 期待7月12号为解封 民众迫不及待 要来个久违的小旅行 只见太平山定房网站 从7月13号开始到9月6号 都是橘色刻满的状况 业者也表示询问电话接不完 最近迷照一直持续的在询问说 游乐区有没有可能进行一个围解 那有关这个部分呢 我们领务局统一都会配合 专家疫情指挥中心的一个指示 不用说疫情影响封闭的花莲太鲁阁 包括追陆古道 南湖大山 齐来山区过去都是山友的最爱 还没确定是否为解封 但山友已经守到预约 目前来讲已经达到2700多队 然后达1万多人次 7月12真的降为二级的话 那我们的山屋是会正常的一个开放 但有专家担忧 根据国外经验 解封后势必会迎来报复性旅游潮 也就是人群集体染疫风险极高 就怕真的为解封疫情出现变化 泰管处推出降为二级新指引 包含山友禁食建议分批用餐 一次最好不要超过12人等等 宜兰太平山也将从山下进行人流管制 对于可能迎来的解封防疫新生活 民众期待 业者也不敢大意 东方新闻戴志坚黄一鸣 在宜兰花莲采访报道